提出記帳司法這樣子的一個修法條文 就這整個修法的方向我個人是非常的肯定 跟過去很多團體他們所提出來的訴求的方向也一致 那不過我想要進一步跟部長去討論一些比較細緻的問題 也就是說現在在記帳司法裡面 針對充任記帳室的消極要件 如果已經有受監護宣告跟輔助宣告 這樣的消極室友 在另外的增設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為常 金主管機關諮詢然後認定不能執行職務 這款消極室友的必要性何在 對不起我沒有聽懂委員的問題的意思 我講的比較細一點好了 就是我們現在就身心障礙者 對他個人的保護在民法已經修正了禁制產宣告制度 有監護宣告跟輔助宣告 連輔助宣告這樣子低度的室友都已經在記帳室的消極要件當中 那脫離了民法監護宣告跟輔助宣告的制度 另外在這一個記帳司法裡面 再去奴隸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障礙 金主管機關諮詢專科醫師 然後認定不能執行職務 這一款消極室友的必要性何在 請問你們有沒有評估過 也就是說齁 你會增加這一款消極的事外 消極的要件一定是在本來的消極要件之外 有規範不到的情況才有增列的必要嘛 否則的話就變成在整個規範體力上面的重複 那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有沒有去標定說 是不是什麼樣子的人 他沒有辦法受到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 那但是竟然還有可能被專科醫師認定說 他不能夠執行他的職務 具體的情況是什麼 報告委員我們這次修正其實就很單純啦 沒有委員想的這麼多 我們就是仿造會計司法 我大概把條文吵了一下 你們仿造了紀司法、會計司法、社會工作司法 還有建築司法 這些條文跟你的立法體育都一樣 但是我要跟部長說的事情 是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 在立法的體力上面 如果已經有一款的室油足以涵蓋的話 你去增列另外一款的室油 會造成在法律適用上面的錯亂 那第二個更重要的事情是 你們現在就有關於認定 他不能執行業務的認定程序 有規定相關的執法嗎 是不是我們請看看 可以可以看那個財政 看財政部哪一位對這個業務最熟的 上來幫幫部長 通通沒有問題 副稅署主管看看署長來說明一下 副稅署吳署長 因為剛剛委員質詢的部分 因為部長剛剛已經有簡單答覆 因為我們記帳司法這次修正 其實是參照其他專門職業人員的法規 做的這個調整 沒有啊你這樣子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大概把部長說的 那個你們負責法律事務的同仁有來嗎 要不要上來一下幫一下部長 你們負責法律事務的同仁應該懂我在講什麼 我這樣子更直接的講 我為什麼會很注意這件事情 是因為你用這一款的消極室友 去限制他不能從事任何的職業 都會牽涉到對於人民工作權 憲法所保障工作權重要的限制 那因此除了實體的室友以外 程序的正當性很重要 所以我現在才會問你說 針對目前認定不能執行業務的認定程序 你們有沒有規定任何的執法 去規範他的認定程序 應該是沒有啦 應該是沒有嘛 那這個就會進一步拓展到 我剛剛齁跟部長要交換意見的齁 就是 在監護宣告跟輔助宣告啊 的過程當中 目前是由家事法院做這樣的宣告 當家事法院做這樣的宣告的時候 非常重視受宣告人 在程序過程當中 所必要得到的程序保障 那問題是我們現在 在這個會限制到人民憲法工作權的條文的時候 你們雖然規範的實體室友 比過去的室友更限縮 但是你們在認定的程序上 並沒有做相對應的配套 我一個很誠懇的建議喔 就是你們或許應該重新的去思考一下 在民法已經有監護宣告跟輔助宣告的室友的情況下 這一款的是有到底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 到底有沒有存在的必要 是把它直接刪除掉 回覆監護宣告跟輔助宣告的立法體系 那邊也有加世事件法的程序保障可以做為後盾 會比較妥當 還是你們認為這一款 還是有規範的必要 否則會創造規範空隙 如果是後面的這樣子的一個答案的話 我會建議你們趕快把執法的程序 給定出來 那我另外一個喔 給部長還有財政部所有的同仁參著的事情 是我們的公務人員任用法 28條 本來也有這款消極室友 但是他們在2014年修正的時候 採取的立法方式 跟剛剛所講的都不一樣 是直接把那一款消極室友 也就是有身心障礙 當然那個時候用的是比較具有歧視性的字眼啊 說罹患精神病 但是跟你們這次規範的立法體力 還有要處理的問題相同 2014年公務人員任用法在修正的時候 他所採取的立法體力是直接把那款的室友刪除 那理由正式 我剛剛跟你們講的 目前監護宣告跟輔助宣告的立法體系 已經足以去填補 這個部分所要處理的 那如果我們真的是要保護身心障礙者的工作權 真的是要消弭對他們的歧視的話 本席是建議你們再思考一下 在這次修正的時候 是不是乾脆把這第四款的室友給刪除掉 全面的回歸 監護宣告跟輔助宣告 比較細緻的分析的同仁在進一步研究 謝謝 謝謝部長 然後我下一個是想要 先請一下王主委 還有今天法務部的代表 今天法務部代表是不是有來 劉參事 這是我們固定的 他長期在負責我們財委會的參事 王主委你好 就是針對金管會這一次 針對 曾明中委員所提出來有關於會計司法 他要放寬說 不要求在每個工會去登陸 然後全國職業 你們願意支持曾委員 這樣子的一個修法的方向 本席表示肯定 這個是一個正確的修法方向 那我想要請教一下的是 法務部 法務部的同仁對這一次會計司法的修正 你們所抱持的態度是什麼 報告委員 這個因為會計司法是 金管會主管的 所以我們尊重金管會 他業務上的政策的考量 好那現在齁 就進入我真的要請教你的問題喔 會計司法 願意往鬆綁的方向去邁進 為什麼律師法 現在還要求 一定要在地方的工會登陸 否則的話不能夠在其他的地方職業 是 報告委員 因為律師法 對修正草案 現在也是送到行政院的 那他的修法好像是說 他還是要在地方上要 要登陸 然後才能跟全國總工會 登陸以後 他才能夠職業 那 現在是不是有禁止跨區 這部分我 因為我沒有從事 沒有我可以直接跟你講齁 就是說你帶回去部裡面跟你講 目前的律師法 因為我自己當過律師懲戒 而且副審委員會的委員 有很多送來的案子是 年輕的律師只是跨區 幫忙去附代理 處理一個案件 結果因為違反律師法 沒有在當地的律師工會 加入工會 結果就遭到移送懲戒的處分 這是對於現在律師 特別是年輕的律師 他們在職業的時候 非常嚴重不合理的限制 因為我相信你應該知道 加入地方的律師工會要做什麼事情 要繳會費 對於年輕的律師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 他可能在新竹 有加入新竹律師工會 台北有加入台北律師工會 台中有加入台中律師工會 那為什麼法務部在 相關的立法的方向 是不是可以跟金管會這邊啊 稍微看齊一下 就會計師的職業的範圍 可以全國放寬 我研究律師法 研究這麼久 我想不出任何一個理由 律師工會 一定要到各個地方的律師工會 去登陸 否則不能夠在那個地方進行職業 就這個部分啊 是不是可以拜託法務部的代表 帶回去給你們部裡參考啊 就是接下來我還會在 司法法治委員會裡面去正式提案 但是這個事情是 當金管會已經邁出這樣的腳步 放寬會計師 法務部如果還在原地踏步的話 會讓全國的律師對法務部非常的失望 報告委員我還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那個時間到了啦 我們可以再討論啦 我不是不讓你回答 我是擔心 耽誤其他委員的時間不好意思 謝謝你 麻煩你大選 請邁石保委員 國中文問 請邁石保委員問 謝謝 請邁石保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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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啊是號頂的事情啊 這個你在總數據的時候有答應過喔 我們要查一下到底 大家現在看到一面看到是 王岐蔚的家族的持股 但是另一方面其實 外界更